我一直觉得枸杞是非常好的一个钥匙红源的这样一个物种 但是过去做的很不好 让枸杞好 枸杞没有卖到一个好价钱 所以它的价值感是远远打折扣的 但是通过我们20年的努力 应该说是现在零下枸杞的整个的价值感是在逐步的提升 也就是迎合了当下我们现在枸杞产养的刚质量的发展 所以现在从天津来讲 可以说是我们的科技创新 写在零下枸杞的天津大地上 你举例讲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生物病除害的防控 水分一体化的管理和质保的管控 整个都是智能化 手极端控制 那么我们今年又引进一个项目 就是培育枸杞病除害的天敌 就是以虫制虫的这种天津管理模式 让整个这个椰子更就是更安全 更环保 然后让产品质量能够提高到更高的一个位置 我们前进去看 我们前进去看